這是麻將 然後它是愛馬仕的麻將 很低調 然後也很沉 其他的就是各國的一些LV Vivian娃娃 可能它會因應各個國家 或者是主題 甚至像現在秋冬 耶誕節會出的 這種弧面造型 它沒有辦法用大理石 所以我們又找了藝術家 去畫這種藝術漆 然後這樣子把它連貫畫起來 它來畫也是花了十幾二十萬 這個別人沒看過耶 沒看過 就讓我們看看 喔 我們所謂的彩虹圈 這支我買的時候 剛好在勞力寺最高點 大概買了將近1700萬 Oh my God 這就是一棟房子的錢 怎麼有這麼童趣的愛馬仕板 對 這個就是叫做Kerry Doe 它當時是給小朋友提的 然後售價也不到 台幣10萬 可是現在一個 我買的價錢 我每一個都買超過100萬 100到150萬 增值了十倍啊 來到了一位精品總監的家 搞得我非常的興奮 到底要看他家還是要看精品呢 Angie 哈囉Angie 你好 大家好 歡迎到我家來 所以就是鞋櫃的話 會在這個位置 哇 這叫鞋櫃 其實我自己不打麻將 可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整個就是它的皮革 對 這是麻將 然後它是愛馬仕的麻將 很低調 然後也很沉 其他的就是各國的一些LV的 VIVIAN娃娃 可能它會因應各個國家 或者是主題 甚至像現在秋冬耶誕節會出的 每年一旦期會出的款式 然後我發現你燈光的設計很特別 對啊 它是用燈條做成圓弧 而且其實它的彎度 其實當時我們設計的太彎了 太彎了喔 對 所以其實很多台灣的燈條 它這樣子彎的話會有黑點 所以又找了好多家 才找到彎曲 折的時候不會有黑點產生 你這個主餐桌上面呢 放了一個 這個感覺非常的霸氣 這是什麼樣的風格呢 而且很像是一隻顛覆還是什麼 可能有一點點古堡 有一點點 對 古堡風 捨棋鞋櫃都好 哇喔 很漂亮 再擺整齊一點 不過已經夠整齊了 Angie說她沒有在下廚 可是你看她除去這麼講究 就是有時候外送來 串收來把它放在上面 連書籍來也把它放在上面 每位加分的感覺 這個是客用的衛浴 哇 然後就是因為大家 客就是我的朋友來都說 哇這裡實在有讓人家不太想出去 所以我還特別多放了椅子 所以真的讓大家可以握在廁所裡面 這裡面用的也是大理石 它是金色山脈 你們的大理石真的用得很極致 你們的大理石真的用得很極致 你這個旋轉樓梯居然也是大理石 對 這個照怎麼設計啊 因為湖面的樓梯 這種湖面造型 它沒有辦法用大理石 所以我們又找了藝術家 去畫這種藝術漆 然後這樣子把它連貫畫起來 他來畫也是花了十幾二十萬 特別喔 它這個是一個義大利的 設計師的分據 那它我覺得它就是很像熔岩 熔岩漿那種熔岩 然後它開不開燈其實都很漂亮 它不開燈也是整顆墊布的感覺 對 這個別人沒看過耶 沒看過 讓我們看看 會更加酸民 不會啦 你看自己努力爭取來的 好 喔 攝影師喜歡嗎 喜歡可以挑走一個嗎 呃 試戴一下 這裡面哪一支錶是最貴的 嗯 猜得到嗎 這支要多少錢 這支就是彩虹 我們所謂的彩虹圈 其實我買的時候 剛好在勞力寺最高點 大概買了將近一千七百萬 噢 Oh my god 這就是一棟房子的錢 而且在這裡 其實因為每個人 理財跟投資的方式 本來就不一樣 像我們不懂金品 我們就也沒有財力來碰這一塊 然後Angie這是你在行的事情 所以對你來說這也是 比較有安全感的對不對 對 比較有安全感 因為基金跟股票我是完全不懂 而且那個不是操作在自己手上 可是手錶啊 精品啊 這是對於我們來講 我已經接觸它20年的時間 然後我大概可以知道說 有什麼東西它可以保值 甚至可以增值 但是我還是會以我自己喜歡為前提 才去考慮增值 或是保值這個問題 怎麼有這麼童趣的愛馬仕堡 對 這個就是叫做Kerry豆 Kerry豆它很難買到 這幾個 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是千禧年 2000年到2005年就出了 它當時是給小朋友提的 然後售價也不到台幣10萬 可是現在一個我買的價錢 我每一個都買超過100萬 100到150萬 增值了10倍啊 這個床真的是有夠霸氣的 躺在這裡 然後早上可能鬧鐘響了天亮了 張開眼睛 哇 這看出去 對啊 就是一個大景耶 對 就會很舒服 所以我起床就會把窗臉 全部先拉開 所以就會有四面 就都有光 那你這個主臥上面做一個大圓的 那個是星空頂 星空頂是什麼意思 就是 勞斯來斯的星空頂的概念 你是以那個為概念去打仗的嗎 我就是跟設計師說 我要一個藍色海洋的感覺 然後剛好我們去大理石工廠的時候 就有看到這一塊磚 然後就覺得就是要它 就是要它 我就說那沒有大理石嗎 他就說 大自然 藍色大理石非常非常少 這個是天然的顏色 這不是天然的顏色 但是如果是天然的 這樣一片就要一百多瓦 我是從小都喜歡愛買東西 所以我會先逼自己 先買房子 然後買房子之後 有多餘的這些資金呢 或者是自己想犒賞自己的 然後才來就是買精品 但是畢竟因為精品 我是做精品 所以其實我買精品 其實等於是做生意也是投資 今天非常謝謝Angie 帶我們參觀她 這麼漂亮又很豪華的家 但是呢 其實這些東西也是靠Angie 這十幾二十年來很努力 累積起來的努力 所以這財富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是的 很辛苦的 想要搬進這麼美麗的家 大家好好加油喔 我們共勉之 要堅持 要努力 對 謝謝Angie 掰掰 掰掰